今天台股到底为什么跌这么多 明明美股道琼昨天都已经没有在反映 美国攻击叙利亚还有中美贸易战的利空了 美股当中我们看到了昨天 道琼工业指数开高走高 中场还大涨了212点 而且不仅道琼涨 甚至包括了在纳萨克指数 费城半导体指数 还有在S&P500指数 美股四大指数当中 昨天都是收红东 美股反弹因为呢 看到了在美国几个重要的公司 公布出来的财报表现都非常亮眼 所以消弭了大家对于叙利亚战士的紧张情绪 不过今天亚洲股市一开盘 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 几乎都是呈现了开平 不过你说没有涨就算了 日本韩国 香港其实一开盘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日本韩国呢还几乎都是以平盘作收 只有港股跟陆股在下盘 还是以受到的人行传出来 要调升利率的消息冲击 所以呢出现了压低 我们再来看一下台股 哇今天台股一口气啊 直接呈现了开低 而且开低之后就维持这样的跌势作收 中场呢跌了144点 指数以10810点作收 比较一下为什么台股今天跌这么多 只有台股跌成这样 那难道是跟中国明天军事演习 针对台湾而来有关系吗 因为明天台湾就要举行实弹演习了 就在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今天出国 明天他们就要在泉州外海来进行实弹演习 地缘政治风险大家在担心吗 虽然行政院长说 这是例行性的军演不用太恐慌 但是从外资已经开始在落跑的状况来看 其实外资在这里会不会 此时不会出更待何时呢 一方面是因为台股先前的大涨 他们早就已经赚一大段了 再加上新台币汇率 最近开始有一些贬值成形的趋势咯 如果台币这里贬 以前他们汇差股价都有赚 那现在互利了结之后 卖出去会不会就避开了 汇率方面有可能产生的损失 所以我们看到了外资 汇营人士说了 外资其实在今年以来 就已经净卖超了900亿元 谁接去了散户 因为昨天呢 我们的融资余额达到了1768亿 已经创下了近三个月来的新高 逼近今年一月份的相对波段的这个高点了 所以外资在卖 散户在接 外资去做些什么了呢 外资的资金往这里走 去公债 去油价金价 还有虚拟货币 所以外资的操作 到底只是一个短线避险 还是说真的新台币要开始贬了 他们这里再不汇出去 到时候换的美金没有这么多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赶快汇出去 那出去也有很多的这个管道啦 比如说油价金价去做避险 还有在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的部分 也因为外资断线上有一些转性 所以让最近股价比特币的价格 又重新回到了8000美元的大关了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其实从今年去年年底 这个12月18号的高点 2万多点跌幅到昨天收盘为止 这4个月以来就跌了61% 而昨天呢 昨天收在7950美元 最高来到了8440美元 所以看到了短线上 的确这三天开始有一些些反弹 为什么呢 因为知名的对冲基金说 跌势差不多跌够了哦 因为年底之前将能够再重新上看 回到2万美元以上 因为法人的资金又来参与了 所以让价格推升得更高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美国的知名 对冲基金的看法 7000多块8000多块美元的比特币 有没有机会重新回到去年年底 2万美元的高点呢 拭目以待 虽然现在有法人看好 但是比特币这个看得出来 从近期相关概念股的股价来看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还要来的惨烈 那是不是2万美元 可能这个价格还有待商榷呢 我们看到台湾最近很多 比特币的概念股 比如说像汉讯 汉讯这个波段以来哦 哇今天日K连黑 今天一口气打到了跌停板 收在249.5 4月的高点跌幅就高达了40% 不止汉讯哦 印太3月8号以来跌幅有28% 今天破底破了这个平台的整理区 中场跌了将近有5%的幅度 利台从3月7号的高点回跌以来 也跌了47% 今年一口气下跌了5% 唯独只有青云 今年反弹了1% 但是最低点呢 也来到了67块钱 从3月8号的高点回跌以来 也已经高达有4成以上的幅度 所以从比特币的概念 就可以反映出来 大家对于比特币 现在挖矿的商机 真的是越来越低落了 那除了影响到 这些显卡的概念股之外 会不会也影响到 我们的权王台积电呢 因为台积电3月份营收 创下了历史新高 首度掺上了千亿元 就是因为比特币 对于显卡的需求 对于晶片的需求 所以带动了台积电营收 所以台积电礼拜四 要召开法学会 大家非常担心 虽然第一季 搅出不错的成绩 但是如果比特币的需求 再下架 那原本贡献3月份营收 贡献第一季营收 大成长的这个利多因素 消除之后 会不会接下来第二季 可能有一些隐忧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 其实台积电近半年以来的走势 从今年的1月份高点回档 今天出现一根长黑K棒 这根长黑 不仅是跌破了中期军线 生命线的法人成本区 更是跌了有10% 从今年的高点回档以来 黑K带量 今天跌破了中期军线 今天呢 收在238块钱 不仅黑K 而且还跌破了前波 低点的这一根位置区 3月26号的低点 241块5的位置 所以市场在关注周四的法术会 最担心的就是比特大陆 就是比特币大陆的这些厂商 有大抽单的情形 不过 3月份营收 既然之所以能够创新高 除了比特币的概念 助攻之外 当然还有来自AI人工智慧 所以外资最近在卖卖卖卖卖 看坏 造成了台积电的股价跌 但是会不会如果礼拜四 没有大家想象中来得这么坏 反倒法人有可能认错回补呢 礼拜四就是一个重点的关键 不过无论如何台股在今天亚洲股市当中 表现真的是相对相对非常差劲的 那是不是就是在担心明天 大陆的军演呢 大陆明天要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 也让台股呢 不仅是避险的卖压涌出 甚至包括了在汇率的部分 也呈现了最近比较明显的震荡 大陆18号将在台湾海峡举行军演 市场不安情绪升温 台币先前连日走变 引发外资撤出疑虑 果然台股17号失守月线 季线重挫144点 第一金头股董事长陈一光 从历年台海危机事件分析 台股在事件发生后 的确出现过两个礼拜左右的紧张期 随后又会回归基本面 那时候提到所谓的这个两国论 那时候台股在那时候的这个指数 在8500点 一周之内就跌到 超过在7000点 然后隔周又跌到6700点 但是半年之内 它又回到这个10393 等于说这个股市又回到万田 反而又涨过了这个倍数的 时间往前推移 1996年大陆在台湾首次民选总统前宣布 将向台海试射飞弹 不到一周台股就跌到4675波段低点 但选后却走出阴霾 台股展开长达四年的多头行情 2002年前总统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 首个交易日大跌284点 但随机缓步区间 不到20天又攻上5030点 跟前面三次比较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比较敏感性或是刺激性的言论跟对岸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所谓的军演的部分 我们觉得比较不会这么严重 整体还是回归基本面 因为四五月本来就开始进入一个 相对来讲可能下半年的一些新机的这部分的拉获的旺季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半年限跟年限的地方整理完之后 台股有机会再回归到一个多头 这次中共军演对台股的影响不见得会比照过往的历史经验 陈一光也点出包括总计420亿元的代曹基金也将拨款 新一轮资金活水入市 即将进入股东会旺季为台股带来题材心力多 都让加权指数有望在不确定性沉淀后突围向上攻坚 记者很晚听黄艳庄台北报导